哈喽大家好小酒 现在到了半路了 准备到家了 今天晚上应该可以到家吃个晚饭 好久没有回家好好休息一下了 感觉想好好休息 太累了最近心事也多 怎么说呢 忙了这么久 到头来忙了一场空 心真的是挺累的 现在一米的话 今天加了一批 还有玉米的话 还有最后一批 可能要等几天 甜玉米的话就没那么快 甜玉米我们中文是水果玉米 就是可以生吃的那种 然后还有一些黄豆 鸡的话呢 现在天气太热了 说实话快递也不是很方便 除了两广地区 其他地区我们都不发 因为发了的话容易 坏 而且快递费也高 现在我们要放很多冰块 但是成本很贵 而且一到坏了的话 我们就是 赔的越多 所以就不发外地了 只发两广 南瓜的话 因为 然后贝贝南瓜 才栽回来没有几天嘛 它的一个甜度 不是很 就是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它还要放个 放个十天半个月才谈话 我们现在每天都有在发 就是大家收到货的话 就 不喜欢吃太粉的 或者太甜的 他们可以先吃 如果说也可以 可以买个酒精的回去 边吃边放着 这样子也挺好的 吃到最后的时候 你每天能吃到 不一样味道的那个 贝贝南瓜 我们现在贝贝南瓜的话 可能 还有个几千斤吧 因为坏的全部挑出来了 然后剩那些好的 有一些 大小已经疯好累了 应该还有个几千斤 那个也不着急 我想休息个一两天吧 到时候再看 可以要不要加油 看到前面加个油 这个油表有点吓人哦 加满得多少钱呢 还不停啊 4.6 到达平南北收费站 载油 旋律 担 fixed 2 看 快 福 道路继续行驶6.9公里 到家了 拿了一点香蕉 哎呦这个袋子 这把香蕉熟了 拿回来给他们吃 这个是小米浇的 我叔叔他们刚刚在路上 看到他们出去了 这个有点难扛 我要自己扛上去了